说到改名啊 其实在国民党内也曾经发生过多次了 那么蔡先生我们看到这次提出来的人呢 是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林维舟 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说法 您认为真的是个人意见吗 林维舟在国民党内呢 所谓的立法机构的总召是国民党的第四号人物 国民党的排班是这样的 党主席是第一号人物 秘书长是第二号人物 政策会执行长是第三号人物 然后总召是第四号人物 但是因为立法机构的总召林维舟 在这一次也同时兼任政策会的执行长 我跟他解释 立法机构的总召只有统率立法机构的人员 但是政策会执行长是统率台湾地区 所有的议事单位 包括各县市议会 各县市议会党团 不只是限于所谓的立法机构党团 台北市议会高雄市议会桃园市 都是政策会执行长的统率 所以他兼任这个角色 他变成国民党的第三号人物 基本上林维舟代表的国民党 一部分年轻世代的一个政治力量 这个政治力量有几个重要的特色 就是说一定是以选举为第一的考量 以连任为最重要的考虑 所以他们在斤斤计较的在计算选票的过程里面 才会提出这些主张 我就先抱亲美的大旗 亲美牌是万五一失的一个选战的方式 所以林维舟为首的这些年轻一代的政治人物 他才会出此这样的想法 但不代表整个国民党所有的想法 根据国民党传统的说法 国民党被认为是孙中山先生在19世纪的时候 在夏威夷创设的新中会 所以第一个党的党名叫新中会 后来改成叫同盟会 再改成叫中华革命党 后来中间也有一度出现过一个名字叫国民党 那到了1920几年代 称为中国国民党 所以中国国民党从历史上来唱 是改了好多次名字 未来如果再改名字 也不是什么压抑 但是改名字的重点的目的是何在 这才是关键之点 如果说为了要去中而改名 那么在国民党里面一定会引起很大很大的纷争 所以虽然有人主张只表达一下 他也不会去积极的努力去推动改名 因为他知道改名要通过国民党的党代表大会 不太可能 也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修改这个党章 都要经过党代表大会 一半甚至三分之以上的支持 那是更不可能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